英國王室內部一直都在暗流湧動 但最近終於掀開了冰山一角 讓大眾得以一窺究竟 卡米拉和安妮公主在王室規劃等問題上發生了激烈衝突 雙方已經是水火不容的關係 尤其是卡米拉企圖在威廉王子即位後 為她的孫輩謀取利益 更是徹底激怒了安妮 兩個人之間緊張的關係一觸即發 已經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這場王室內鬥不僅牽涉到個人恩怨 更關係到王室權利的分配 她嫁給查爾斯後 表面上扮演著體貼王妃 實際上還念念不忘潛伏安德魯 卡米拉經常在公開場合與安德魯過重慎密 兩個人笑容滿面 形影不離 仿佛還是在熱戀中的小情侶 卡米拉對查爾斯的感情似乎已經蕩然無存 她的所作所為無視了王室的傳統禮儀 僅致就是在明目張膽的秀恩愛 最近卡米拉還和查爾斯訪問了法國 本該增進兩國關係 但卡米拉卻丟盡了王室的臉 她在法國首都巴黎大遊行時 故意穿著 顏色誇張 與法國第一夫人裝扮極不協調 導致外界批評英國 王室失疑 卡米拉完全無視禮節 出臭還毫無自知 讓這次訪問變成了她的炫腹秀 為了轉移外界視線 卡米拉四處造謠聲勢 哭訴自己得到王室的不公正待遇 她希望通過偽裝出個人委屈 來博取外界同情 為事後摸取更多利益做鋪墊 最近卡米拉甚至背叛了查爾斯 暗地裡遊說威廉王子未來即位後 從王室財產中分給她的孫輩一大筆錢 卡米拉完全無視自己的王室身份和責任 毫無尊嚴可言 網友們紛紛評論 這麼不要臉的女人也就查爾斯能找得到了 因為卡米拉的前夫安德魯 曾經無視過安妮公主的真心愛慕 這段王室讓安妮對卡米拉恨之入骨 再加上卡米拉進入王室之後的種種行為 讓安妮討厭她到極點 她決心要讓卡米拉付出代價 這次卡米拉過分的要求 徹底激怒了安妮 她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威廉王子一邊 銀正警告卡米拉必須停止謀私行為 否則後果自負 安妮公主強壯的態度讓卡米拉不得不暫時閉嘴 收斂了鋒芒 但這只是卡米拉的權宜之計 她還在暗地裡進行著算計 等待時機反撲 安妮公主深知卡米拉的陰險 她是要和卡米拉拼個你死我活 絕不能讓卡米拉得逞 這場權力之爭早已嘲出個人恩怨 安妮必須全力以赴奪回權力 捍衛王室榮耀 兩人的決戰似乎已迫在眉睫 卡米拉的下場令人堪憂 加面典禮結束以後 查爾斯的身體一直都不是很好 不過也說的過去畢竟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 這麼盛大的場面 有帶那麼厚重的皇冠 在那裡轉來轉去 接受眾人的朝拜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風光 但是身體卻承受不了啊 不少民眾注意到 查爾斯國王在儀式結束以後 前往威尼斯特教堂的時候就已經身心疲憊了 看起來都瞌睡得受不了了 但是 畢竟這也是一件大事 怎麼說也得好好幹 自己熬了一輩子終於當上了國王 怎麼說也得硬氣一回 王室的其他成員也不是很好過的 自從查爾斯進身為國王後 王室的工作迎來了一個個新的高峰期 比如長公主安妮典禮結束以後就飛往加拿大進行國事訪問 長子威廉更是被眾多事物纏身 忙於應對 就算是凱特王妃也是整天忙得暈頭轉向 就連愛德華一家都開始自己新的新篇章 在政務上也開始新的工作 看看大家忙碌的身影 似乎少了一個人 那就是剛剛晉升為王後的卡米拉 們以為卡米拉掛著王後的頭銜 一定會大張旗鼓地幹起來 大包大懶 好顯示一下自己作為王後的那份尊容 但是不同的是 她居然消失了 據媒體報導 卡米拉居然在休息 這也太不可思議了吧 但是事實卻是如此 不過卻有人說 卡米拉肯定在醞釀什麼壞事 這不壞事就來了 加冕的當天 卡米拉就已經被拳王給問候了一遍 但是人家畢竟不在乎這個 後來又鬧騰著要讓自己的子孫掛個王室頭銜 又被問候了一遍 本以為她該消停一下了 沒想到人家似乎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這不 機會來了 加冕典禮以後 查爾斯休息了一段時間 身體也漸漸地恢復 傳言查爾斯都要進上帝去了 這傢伙就好起來了 不過這也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至少對卡米拉而言 這事真的值得高興 不然真的弄個什麼陪葬傻的 自己這一輩子的剛熬出頭 不久真的毀了 生日閱兵儀式馬上就來臨了 查爾斯當上國王這也是第一次閱兵 他自然比誰都重視 那當然了 那可是閱兵啊 人生輝煌的時刻 其意義重大呀 但是由於查爾斯已經70多歲了 所以他需要一個助手 這個時候 威廉王子自然就是首選了 自從有了這個差事 為威廉也是不可怠慢 從頭到尾都是盡心盡力 據外媒報導 這次閱兵將超過1400名士兵 二派匹馬和400名音樂家參加 可見查爾斯國王是有多麼用心 如此之大的場面 也說明查爾斯是多麼在乎這件事 王室是多在意這件事 但是 終究還是出問題了 因為英國王室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注重一榮一表 即使是閱兵訓練 也要穿長袖衣服 尤其是要戴熊皮帽 這麼炎熱的天氣 真是承受不了啊 一名士兵就是因為承受不了這麼炎熱的天 還穿這麼厚就直接暈倒了 威廉也不好受 但是為了往事的尊嚴 他作為指揮官也是拼命地堅持著 因為他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逗答的汗珠漏了下來 威廉也是被太陽曬得臉色蒼白 這邊的查爾斯心疼得不得了 不過最終威廉還是沒讓父親失望 完成了威爾士軍團的彩排任務 但是威廉也因此病倒了 需要休息 一個更壞的消息來了 長公主安妮也在反鎖的政務中累倒了 這樣一來 王室的重要成員雙雙倒下 不得不說真是一場災難 但是有一個人卻很是開心 因為自己的對手終於倒下了 哈哈 這個人想必不用猜就知道是誰了吧 對 那就是卡米拉王后 要說典禮以後 卡米拉晉升為王后 在這個偌大的王室裡 說還能收拾她 那也只有長公主安妮了 安妮也算是卡米拉的死對頭了 他們倆的矛盾那真是沒法說 能在王室的權威上能和卡米拉叫板的 也就只有她 比如看到卡米拉不務正業的時候 安妮就會提醒她要注意王后的態度 不要忘記王后的執著哟 卡米拉氣得直癢癢 但是也無可奈何 這樣可好 安妮病倒了 卡米拉終於不再有束縛了 估計做夢都在笑吧 於是權傾再愁的卡米拉又開始作妖了 巴安娜一脈都倒下了 那是不是我的一脈就該出來了 本來上次讓自己的子孫弄去王室就被拒絕了 這次可一定要抓住機會 畢竟讓兒子湯姆進入王室掌權 那是卡米拉最大的夢想 但是 卡米拉可能對生病這件事有所誤解吧 人家只是病了不是沒了 你這樣搞真的好嗎 再說查爾斯國王也不至於 婚會到讓一個沒有血緣的湯姆來整權吧 再說他們